而在华丽市有一间小吃店因为外送订单餐点短少 提许学生不方便出门 因此请他们再重新下单有少点的餐点 并且请外送员来退回现金 但就在店家要关门的时候 发现在外送平台上仍然遭顾客反应有缺餐 将被扣除短缺的费用 店家是急忙联系订餐的学生 但对方不但表示自己很忙 还以不诚实的态度恶意退单 让店家气得将过程全PO上网 收到了你的退款现金退款 然后他又去平台退了钱 对啊 是这张单啊 小吃店业者何无奈秀出被退款的外送订单 不过这张订单不但餐点已经送达短缺的部分 店家当下就已经现金退还 而且品项还 你是不是在吃霸王餐啊 品项还退错 还故意退比较贵的 会 他退度我不喜欢 所以我一定要追跟救助 他还跟我 他还跟我讲说连任后台 后台 后台还跟他讲什么你知道吗 还跟他讲说 叫他不用领会我们店家 也不用任何赔偿 小吃店家很生气 因为日前有单655元的外送餐点 由于送餐品项短缺 学生顾客联系店家后 老板娘随即请学生取消订单 重新点餐 并请外送员补送餐点的时候 现金退款给学生 不料同学收下退款跟餐点后 店家却收到外送平台传来的退款简讯 隔天我打电话给他 他确实有收到这笔钱 你知道吗 他跟我讲说 他们没有退单 我问你一句话 你今天没有退单 给你那个民运的折价券吗 一般不会有 就是店家请托你们说 把钱退给予别 没有遇到折价 店家直接退款 顾客又向外送平台退单 一来一往 店家损失超过600元 不过外送人指出 接单退款还是要透过平台业者 避免双方认知差异 造成单方面的金钱损失 记者许立琴 话联报道